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台北股市 當然今天的大跌是 因為昨天晚上美國科技股 以及半導體 尤其是半導體類股的大跌 跌了6%多 這個是很少見的 那當然美國的散戶投資人 投資台北股市 他們可能是用基金的模式或怎麼樣 他必須要怎麼樣 砍掉 就是在台灣的這些機構 必須要把股票砍掉 因為美國的投資人要把錢贖回去 所以說我們跟美國是連動的 我曾經聽到有很多分析師說 美國是美國我們是我們 這種都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考上分析師的 這個不叫知識 這叫常識 難道我們跟非洲來連動嗎 對不對 科技股一定是我們跟美國連動 所以美國的科技股大跌 半導體的超級大跌 當然台北股市今天就怎麼樣 順勢一定要大跌 但是我測標寫得很清楚 對吧 你大盤漲多了 就會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怎麼樣 原因跟理由 然後修正 那這一次的理由 我剛剛已經講了嘛 這當然是理由啊 因為美國股市也漲多了 那你美國股市漲多了 他做修正 很合理嘛 我們也修正很合理 各位看 對不對 很合理嘛 那這一次修正更嚴重 你怎麼不講呢 要死啊對不對 他走空了結果暴漲 所以你只要確定 今天的修正 台北股市有沒有轉空 當然沒有嘛 台北股市要轉空的話 各位 這邊才會再拉起來 然後再震盪 做投什麼再下去 沒有那麼容易啦 一個股票市場的趨勢的行程 跟結束 絕對不是短線的幾天 就搞定收工了 這個大家應該認同吧 認同耶老船長 可是今天散戶忙著怎麼樣 對 忙著在揮刀志工 在砍自己的股票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說你手上的股票 是台積電 對不對 或半導體 電子類股的話 那你去砍還有道理嘛 因為它可能也不只跌一天 對不對 你手上的股票基期很低 對不對 甚至我舉個例好了 你手上的股票是金融股 你砍它幹什麼 對耶老船長 可是我們情不自禁啊 所以股票市場它迷人的地方 就在於說 你明明知道 但是你卻做不到 真的耶老船長 我們就是每次都忍不住 所以我常講嘛 注意聽好 把這一張 copy一下 貼在你家牆上 來 豬頭三丸 有誰能贏 阿呆股進場 不贏也難 你把這對聯 貼在你家牆上 對不對 那你的股票 現在的位階 都應該是在阿呆股附近嘛 誰在豬頭三 台積電 聯發科 紅海 這種大型股 那昨天美國科技跟半導體的大跌 應該是跌這一些沒有錯吧 今天你們都看到大跌 我就不按電腦 這小朋友都知道嘛 對不對 關你什麼事啊 你也跟著湊熱鬧 在那邊砍股票 所以說明天 叫做tomorrow 很多的股票 會在今天的怎麼樣 莫名其妙被挫殺 明天呢 又彈上去了 那你又要追了對不對 對 老船長你太了解我們了 你這樣子 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 不用多久時間 我給你掛保證 你就要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 六年 又回來了 所以在股票市場 有時候你要忍住 大盤跌 只要跟我的股票 其實沒有直接關係 我理都不理你 對不對 就算今天有跌 明天很快又彈上去了 但是台積電 鴻海 聯發科這一些 就未必 不是說明天就 談了 搞不好還要繼續跌 甚至好一點就整理 為什麼 因為套牢的人多了 台積電 從一千多 直接灌破一千 那是不是一堆法人套牢 對不對 這個 因為法人比較會買台積電 閃戶也有 這樣 但是所謂的真正套牢 是你去追一千幾百塊的台積電 一般人買在六七百的 甚至八九百的 今天都還是賺錢 只是很歐 哎呀 當初一千多應該先賣一趟 唉我都聽膩了啦 人生喔 如果都知道的話 那就樂透啊 開幾號你都知道的話 你就發財不用工作了嘛 對不對 當然這也是人生好玩的地方 如果人生都是一帆風順的話 我講真的 我聽我的朋友 他是學醫的 他說喔 很多的抑鬱症 憂鬱症 都是有錢人家的小孩 你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有錢很好很爽 我希望出生在對不對 王永慶家 但是為什麼很多的小孩子 出生在這種非常有錢的家裡面 很容易得抑鬱症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人是這樣 有一個東西你很想追求 比如說我們小時候 我們很想買腳踏車 對不對買不起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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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買不起就掉口水嘛 對不對 再大一點高中的 哇想要買摩托車 買不起對不對 出了社會趕快賺錢 哇買到摩托車 怎麼你的同事開汽車 你就會一直努力去追嘛 你哪有時間抑鬱啊 那種很有錢人家的小孩子 對不對 講難聽一點 遺產可能就是繼承上百億千億 你告訴我他要努力什麼 他心裡面渴望希望什麼 然後去追求 我們知道追求希望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嘛 他就沒有這個動力了 所以說各位觀眾 我們不要去羨慕人家 人啊一樣迷洋百樣人 很多人都有很多的苦 你不知道而已啦 這樣懂嗎 像台積電漲到一千多的時候 你很羨慕嘛 今天大跌你羨不羨慕 不羨慕 不羨慕 那就對了 所以說當別的股票在漲的時候 你不要就很衝動 把你的股票幹掉做肥料 然後又去追人家的 追那個追到高點 第二天又跌 你用沙再去追 所以不用多少次 你就歸零高了嘛 這樣懂嗎 那頭顧老師 專門在幹這種事情 我相信你參加了 這麼多頭顧 這麼多的老師 你幾乎百分之九十幾 你一定跟到的 都是那種怎麼樣 每天叫股票 每天叫你追的 後來被我破解之後 他們 因為那個老船長好厲害 他都跟觀眾講說 我們一個月叫八九十檔股票 然後拿對的上去表演 那會員就要退費 去告金廣會 這老船長好可惡喔 然後他們有對策 他把會員分成十組 每一組叫三檔 一天叫三檔 老師今天叫不多三檔 其實他今天叫了三十檔 我跟你講真的 我沒跟你開玩笑喔 那叫三十檔裡面總有兩三檔 長得拿出來表演 你看我會員的股票 你看我會員的股票 聽起來沒有問題對不對 事實上你是他的會員 那長得那兩三支跟你沒有關係 因為他把它分成十組 那你一定會打電話去 投股公司抗議嘛 那有些人就算了 那打去抗議的 你要退費或怎麼樣 吵啊鬧 他就跟你說我幫你換到那一組去 有的更狠喔 你再交個幾萬塊 再扒一層皮 所以就這樣玩死投資人你知道嗎 好 那我覺得這些投資人也是 咎由自取活該啦 為什麼 你貪嘛 那個天天漲停永遠大賺的 投顧節目 你去看完參加你不是活該嗎 對不對 你不是肥嘟嘟左衛門 豬腦袋嗎 世界上有這種事喔 天天漲停永遠大賺喔 可是你看他們節目就是這幾個字 你的老師沒有一天賠的 每一天你看他節目都大賺 而且他都會叫你趕快來跟他下一檔股票 他下一檔股票要漲幾倍 你有沒有上過當 打電話去 結果有沒有漲幾倍 賠死了對不對 那你還說你不是活該 為什麼 你心數不正嘛 你的心已經被魔鬼佔據了 所以老船長講你就怎麼樣 不聽不聽不聽 老船長你一定是做不到啊 羨慕嫉妒人家 笑死人了 這麼低能的事情 小朋友我國小一二年級 我教一兩次搞不好都會 很多大人就是貪心了 講不聽了 投顧業我算是超級資深了 那些老師在幹什麼 我會不知道 私底下輸死啦 懂不懂每天在換股票啊 投資拿每天在換股票的 對不對 就像今天大盤跌了五百多點 很多股票也莫名其妙被殺嘛 又不是科技又不是半導體 你就給他殺 明天就彈上去啦 科技跟半導體的你就怎麼樣 要多殺一點 很合理嘛 我舉個例子齁 這一隻快笑死了呢 叫偽創 對不對 我講多久了 我說你去買他你就生不如死 記不記得 在這邊我就講過 你去買他就生不如死 老船長你指揮棒 隨便指一指就說你講過 我沒講我個人下十九層地獄不得好死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長期收看我節目都知道 我說這裡去買就怎麼樣 生不如死就果然 最好笑在哪裡你知道嗎 這一天偽創中高 又傳來什麼消息了 我就知道又有一群豬腦袋要套了 就怎麼樣 當天喔 當天你去看抖音 就有頭顧老師在上面表演 馬後炮 這偽創怎樣怎樣 我覺得這些都垃圾了 當什麼頭顧老師啊 你要害死誰啊 偽創沒有長嗎 偽創沒有長 已經長完了 我講多少次了 黃仁勳他們吃肉 我們喝湯 居然喝成這個樣子 長完了懂不懂 已經長完了講幾次 你錯過了就錯過了 進去怎麼樣 這邊套了多少人你想想看 外資啦 投信啦 自營商啦 散戶啦 融資全部套在裡面了 他的EPS 有辦法表現很好嗎 沒有辦法 對不對 這樣大家了解意思吧 還有很多檔股票 我下半段節目 再分析給各位聽 導播 旁邊的 旁邊的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大家都知道我叫偽創叫老AI 我說你不要碰 還有兩檔老AI是什麼 技嘉 看到沒有 準備往下掉了 這套多少人啊 各位觀眾 我幾個月前就一直講 那些頭顧老師啊 那些頭顧老師啊 只要這幾檔一漲他就開始 哇AI要開始 最強的一隻老AI叫做廣達 也因為廣達的強 讓林百里一度成為台灣最有錢的人 2382 他是最強的 最強又怎樣 照樣死啊 對不對 然後我說有小AI有兩檔 各位記不記得 雙紅跟奇紅 頭顧老師吹牛吹到爆 會員輸到死啊 你敢跟我說你參加頭顧老師 沒帶你買雙紅跟奇紅 我跟你講他們一定會帶你們買 為什麼 他們是專門在追股票的 然後追完了當天的節目 就表演會員大轉 明明追在漲停板附近 然後說我的會員的股票漲停板 我有時候覺得真的無恥到幾點 書也唸得很好 一考上分析師可以這麼無恥 然後他的會員都跟豬一樣 都不會去告 你說蠢不蠢 來 3324 看到沒有 老船長怎麼講 我說你要玩小AI 這4.9億股本 我說你可以玩 你義高人膽大 你就不要成為最後一隻豬腦袋 我有沒有講過 是 他今天這樣疊下來 我告訴你本義比還是過高 這都要下來的 為什麼 幫我一起數 來 1 2 3 這是標準的 三尊頭 你不是學過技術分析嗎 這三尊頭 這種下來不得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套牢賣壓非常重 那雙紅比奇紅強 你看奇紅 也是死 奇紅是M頭 看到沒有 這都要下來 這套太多人了 懂嗎 因為他們本義比都過高 那講到這些以外 你就想到我講了什麼 對 3661 也是好股票吧 奇紅雙紅都好股票 可是你本義比過高嗎 頭顧老師都不跟你講 全國只有我一位在提醒你們 然後呢 3661厲害吧 漲到四千幾百塊 股王 現在呢 剩兩千多 我說過多少次了 他會反彈會死 會反彈會死 會反彈怎麼樣 還是要死 為什麼 本義比過高 要講幾次 那投資人很奇怪 四千多跌到兩千多 老船長你還講他 太過分了 過分的是你的老師 You're a teacher 是他帶你買 讓你傾家蕩產 不是我 我言語叫你們不要買 你腦筋是怎樣 輸到燒壞了嗎 全國只有我一個分析師 在講這一檔股票 叫你們不要碰 然後我可以告訴你 你的老師為什麼一直講他好 不要怕還會上去 因為他要拖 拖到你的會期到期 你可以滾 你就不能退費了 懂不懂 輸死你是你的事 又不是他的事 他會費已經騙到 我已經講多少年了 你們這些觀眾是怎樣 這麼好騙是不是 對不對 當你收到訊息 你的老師叫你買四千多塊的 四星KY的時候 你就要想說 對我確定就是豬腦袋 我的老師四千多塊 叫我買四星KY 他不是把我當豬是當什麼 對不對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好 另外這個3228 這不賺錢一直虧損的 第一季做了一個財報很厲害 做了一個財報 什麼財報 做我賺一毛好厲害 股價四百塊第一季賺一毛 這不應該死嗎 這準備大跌 我都一直講在前面 這一段被我一直盯 你知道 不敢再衝到六百 五百多就掛掉 我一直盯他 他上一趟到六百 對不對很囂張 六百跌到九十幾 這個倒霉是投資人 沒錯吧 是投資人倒霉吧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會管你 你輸死活該 重啟爐灶再來一次 這一次我天天講天天釘 他只敢做到五百多就死了 各位觀眾我再講一次 股價四百接近 到今天收盤了 第一季賺一毛 這不叫無法無天叫什麼 這不叫炒股叫什麼 沒有人管 所以我就說台灣是犯罪的天堂 連這種有制度的證券市場 都可以這樣搞 那為什麼我要講 各位觀眾我是站在你們這一邊 還是跟你們對立的 老船長你好像跟我們對立 我買經歷科 你就講我們經歷科不好 對 等你去做大樓管理員的時候 你就知道老船長好 我一直跟你們說 投資你就是開大門走正路 也許你現在買的好股票 是套牢的沒有漲 你給他擺久一點 你給他擺久一點 懂不懂 那台積電啊 有人就是一直抱著啊 賺最多啊 很有智慧吧 你最看不起的最大隻台積電 台積電什麼了不起 人家賺最多啊 時間可以證明啊 他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 你投資他是錯的嗎 當然是對的嘛 像萊德我那天打他 剛好而已啦 萊德各位記不記得 這邊我就說完蛋了 一定一堆的要死了 有沒有 這當天就跌20% 現在在這邊再 喘一口氣再往下灌 懂不懂 讓他休息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這公司根本就怎麼樣 沒有賺錢嘛 第一季連一毛都賺不到嘛 那你 你的錢是偷來的還是搶來的 老船長 我們的錢是很辛苦攢來的 你把你的錢去買萊德 你對得起你自己嗎 你不是說 要來股票市場投資嗎 怎麼搞得非常投機呢 誰害你的 這些投顧老師嘛 萊德在漲的時候 哇 大財經台連線大老師 歌功頌德 萊德有多好 我心想這些人都是怎麼樣 兇手啊 害死你的兇手啊 名字你有沒有記起來 你當初有沒有做筆記啊 連線哪些老師講 萊德好的啊 你覺得這些老師 有配資格當投顧老師嗎 睜眼說瞎話 萊德哪裡好 我怎麼看不出來 他們比較厲害 各位我有三張分析師證照 你的老師只有一張啊 論程度啊 論資歷 我比他們還要資深啊 你們看我會講萊德好嗎 不可能 還有人追萊德追不到 跑去追什麼 追中環 好不好笑啊 死更慘了 人家萊德還標一下對不對 他給你跑這個不用跑 然後前幾天 神盾有沒有 六四六二 虧損大王 我叫他虧損大王 很會虧喔 去年虧了將近一個股本 今年第一季繼續虧喔 我先給你看一下喔 他很會虧錢喔 這傢伙 第一季又虧了一塊三 虧得比過去少了 船長還是虧嘛 你虧 你有資格兩三百塊嗎 哇 那拉的跟真的一樣有沒有 拉的跟真的一樣 現在就掉下來了 又套了一堆人 有沒有 這有量嗎 就是 很多人喜歡去玩這些股票 我搞不懂 所以你看我節目 你如果是開大門走正路 老實的投資人 你來跟我 如果投機的不會看我節目啦 他看到我節目他就吐血 為什麼 怎麼我的股票輸死了 老船長天天在那邊唸 對啊 他怎麼會參加我的會員呢 但是有一天他會明白啊 忠元真的是逆耳 他的個性害死他了 所以這個社會上喜歡投機取巧的人 夜路走多了你就會遇到鬼 對 有的人一生沒有賺很多錢啊 他過得很快樂 為什麼 平平安安啊 有的人很有錢啊 他的錢都是販毒來的啦 對不對 幹壞事來的啦 每天晚上睡不好 你要做哪一種人嘛 那我告訴你我想做一個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的小老百姓 沒有錢沒有關係 對不對 我又不要求豪宅 名車 人生最後都是什麼都帶不走啊 你看李嘉誠九十幾歲 他財產用照來算不是用意 帶的走嗎 我請問帶的走嗎 帶不走 何鴻燊夠有錢吧 澳門賭王啊 聽說資產四兆 台幣四兆帶的走嗎 所以我希望大家做股票也好 你 你的人生也好 一定要走正路 那些投顧老師 你們放心會有報應的啦 我常常講 因為我是賭信神明的 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 懂嗎 那我最近喔 一直希望你趕快來找我 這個大概這個禮拜就要結束了 七月付訂就是我的會員 那訂金其實就是任何人都交得起 你交不起來公司跟我講我幫你出來 我講真的 如果你連訂金都交不起 那你也不要做股票了嘛 所以人人都交得起 你就不用交我一年的會費 我有把握 你交我訂金 一段時間你會感覺 老船長在節目上講的跟做的是一樣的 全國唯一一位分析師只有我做得到 有第二位 我退出投顧業 並且我下十九成地獄不得好死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我為什麼敢這樣子講 我在市場有多資深你們知道 我看太多老師了 真的 他們每天應該也睡不好 他們孝順父母養育兒女的錢都是騙來的 那怎麼樣很光榮嗎 對不對 趁今天大跌 我希望你腦筋清醒一點 你的老師今天要表演的股票 就是今天要漲停板的股票 你信不信我給你打賭 你今天看他節目 覺得今天大跌五百多點 今天有幾支漲停他又有了 你有沒有 你有的話就是買漲停板的 所以要開大門走正路的 等一下拿起電話來 你真的只要一咪咪咪 你打電話進來問 你就知道怎麼這麼少 因為這只是定金 但是你就是我的會員了 那這個禮拜這一章可能就要做結束 以後你要參加我會員 我很歡迎 但是你要一次繳一年非常高額的會費 你準備好了嗎 8、5、4、3、2、1 現在開始撥打覆定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